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中国社会分化 阶层对立 贫富差距扩大 地缘政治恶化 加上从去年打到今年的美中贸易战 使得经济急剧放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面临着许多挑战 独立学者邓玉文为BBC撰文表示 习近平上台后 中国社会分化 中国社会累积了大量问题 有些问题非常严峻 足以构成对中共政权的危机和冲击 文章指出 中国政治安全面临着九大挑战 第一大挑战就是经济增速长期处于收缩通道 最近几年 经济高速增长不在 且经济下行的趋势 在未来几年也难以得到缓解 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定在6%至6.5%区间 就是一个严重信号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就中国的国情而言 未来经济增长不能低于6% 否则会出大问题 中央社日前的报道就指出 在川普发动贸易战之前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 经济成长就已经趋缓 当贸易战正式开打之后 对经济发展的实质和心理效应 便开始反映在数字上 纽约时报中文网也曾指出 虽然中国经济还有着至少6%以上的成长 但在表面之下 经济正在快速放缓 外国投资大幅下降 汽车销量跌幅创下记录 房屋竣工面积是衡量房地产市场健康状况的一项指标 也出现大幅下滑 中国采购经济的情绪出现恶化 尤其在中国南方的制造业中心广州和东晚 经济放缓更是明显 不过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到2019年年中 经济增长将有所改善 第二个挑战是 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不断加剧 中国的经济系数早已突破国际公认的0.5心理防线 相对剥夺感逼近人民底线 若继续恶化 不仅会影响到绝对收入的下降 制约中国的经济转型 还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 例如阶层对立 尤其是中产阶级的重新贫困化等等 不过目前中国社会 已经呈现高度分化和对立的特点 这是第三大挑战 邓宇文在文章中指出 不仅城乡分化对立 官民之间 底层民众与上层精英之间 乃至不同思想流派和知识分子之间 也产生严峻对立 上层的凝固化与下层的碎片化 官民的冲突 知识精英的相互拆台 使社会整合的难度空前加大 无意不利中共统治 第四个挑战是 乡村溃败与城乡流民 邓宇文认为 由于城市化以掠夺农村为代价 城市化政策并没有让超过亿的城市农民 享受政府普惠的公共服务 长期来看 将对中共基层政权的稳定 和城市社会治安带来严重后果 第五个挑战是 民族矛盾距离上升 以争取民族的形式出现 文章说 中国的经济发展催化了民族分裂 中共这些年来 对藏族维族等少数民族不断打压 民族分离运动也就慢慢形成挑战国家统一 第六个挑战是 权贵利益集团的滋长与顽固 文章指出 中国改革之后 以官商议题的大大小小利益集团 全力全面渗透进经济和商业活动 形成了官家和权贵资本主义 而中国政府的决策 很大程度会被这些权贵利益集团所影响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虽然打掉了其中一些 但他们的财富不过是转移到另一些权贵集团手里 民众并未得到财富转移的好处 且反腐运动并未能改善各级政府严重的信用赤字 以及官民和党群之间的严重对立 中共的腐败已经失控 这也成了第七个挑战 腐败和政治认同的流失 最终恐将瓦解中共的执政根基 第八个挑战是互联网政治 文章说 中共一方面加强对新媒体的管控 打压异议声音和网络媒体 一方面用官方的新媒体引导舆论 但这种治理方式 严重不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现实 邓运文认为 尽管现在阿拉伯之春没有在中国出现 但未来谁都说不准 而最后一个挑战就是地缘政治恶化 文章指出 过去几年习近平实行了一系列 鲁莽的对外扩张政策 导致中国的外部环境和地缘政治恶化 特别是美中的全面较量和冲突 使得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矛盾空前紧张 外部环境的恶化会压缩中国的国际空间 导致经济的内卷化 并催生和激化中国国内已有的各种矛盾 若未来地缘政治环境仍然处于紧张态势 无疑是非常不利中共的统治 中央社1月17日的报导就说到 川普挥舞着贸易战大棒 一锤阵形的中国 沉浸在厉害了我的国的自恋气氛之中 北京当局虽然口气强硬表示不惧战 但美国收起对中国的慷慨之后 中国社会忠于惊觉 失去美国这个巨人的肩膀后 脚下竟是如此虚伏 BBC文章也说 中共进入2019年后 对重大风险的警觉性骤然升高 习近平在审部及领导干部研讨班的 开班讲话中 强调要有底线思维 防范化解来自各个方面和领域的重大风险 确保政治意识形态 科技社会等安全 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 更是直接将颜色革命作为今年的主要挑战 中共这番风声鹤唳 严防死守 是神经过敏的反应 还是中共真的直接感受到了危机就在眼前呢 以上是孙云三位领导的明镜焦点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欢迎收看明镜人物 海航集团前董事长王健到底是死于意外 还是谋杀 又有新调查出炉 解放报四名记者在梳理各种猜测 以及法国警方和其他四任调查的同时 亲自多方走访相关证人 从王健此行抵达法国后的详细日程与表现 到事发之后的各方证词与反应 用长达三页的长篇报道 试图厘清王健离奇死亡的真正原因 2018年7月3日 当时还是海航集团董事长的王健 在法国东南部普罗旺斯省 参观伯尼也小城一座教堂时 从高处地面八米的一处围墙坠落 最后不治身亡 事发之后 法国警方做出了意外坠落死亡的结论 但谋杀论等传闻一直盛效成上 报道指出 事发之后 除了社交媒体上各种猜测之外 美国总统川普的前任顾问班农也认为 王健之死背后是北京操纵的一起政治谋杀 也有私人侦探被派往初次地点 据说是发现了很多不正常之处 足以质疑法国司法当局的意外死亡的结论 至于杀人动机 有分析认为 王健对海航集团与中国政府 尤其是与副主席王岐山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知道的太多 那么王健之死到底是政治谋杀 还是意外死亡呢 解放报调查之后认为 政治谋杀之说应当排除 但意外死亡之说可能性也非常小 更何况多名与此案相关人士 也都排除了这种可能 从这篇报道的书里来看 王健在事发前一天抵达法国 看上去十分疲惫 他此行与以往不同 目的就是休息 他的法国朋友为他安排了影展 歌剧 话剧等各种娱乐节目 当晚在下他的酒店用餐时 餐厅服务负责人杰弗里 注意到他看上去非常疲惫 也很少说话 没有吃甜点 就返回客房了 次日清晨 王健状况似乎有好转 显得比较平静 王健与两名助手在用早餐时 曾向餐厅服务负责人杰弗里 询问酒店游泳池的深度 王健一行人随后 前往那座建于12世纪的著名教堂 他们抵达时 村里一名55岁的养路工杰克 正在于教堂避邻的花园里 维护草坪 就在教堂围墙边上 他讲述当时的情况时表示 四名中国人穿过花园 一直走到距离围墙 大约7米处的一棵松树前 突然间其中一人跑起来 跑到墙边时 他用手撑着上了围墙 在围墙上站起来 大约3、4秒之后 他跳了下去 杰克明确表示 他当时没有看到任何人 失去平衡意外坠落 对他来说 此人是在自杀 王健的两名助手 后来向警方表示 王健当时想冲上围墙去照相 杰克当天曾两次 向警方陈述他所看到的 但随后他就不再接受 任何媒体的采访 杰克之所以这次打破沉默 是他不理解警方 为何得出了意外坠落的结论 而他明确看到的是 一名决心要跳下去的男子 报道还指出 除了杰克之外 当时在场的翻译 满脸惊慌的跑回村里 一间酒吧求救的时候 用英文说的也是 有人跳下去 酒吧服务员表示 他当时脑子里的反应 就是此人有意跳下去了 他向警方报警时 因此告诉他们 是在教堂的观景台 因为那里的地势更高 警方和救援人员抵达时 王健头部和手臂上 满是两名住所 为他插上的针灸 警方调查人员表示 王健坠落时是双脚着地 以致其下身插入了腹枪 引发严重内出血 试检结果也表明 死者身上的伤处 显示他更像是垂直跳落 在法国警方看来 已经排除有人推他坠落的可能性之后 他是自杀还是意外坠落 已经不重要 王健在事发当天清晨 曾询问酒店游泳池的深度 让人感到有些困惑 一名法医向解放报的记者表示 自杀者事前往往会考虑各种可能性 王健的两名住手 后来均向警方表示 王健当时想爬上一米多高的矮墙去拍照 因为失去平衡而跌落 解放报记者认为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因为矮墙旁边有不少石块 他可以轻易瞪着爬上墙 完全不需要助跑 除非是出于绝望的冲动 他想摆脱随行者的注意 解放报的这篇调查的结论因此认为 王健之死既不是政治谋杀 也不是意外事故 而是自杀 而且这也不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 首次有跨国集团老板离奇失踪的事例 一名非常了解海航集团的人士 向解放报记者表示 自杀的可能性是可信的 习近平为了收回对那些快速国际化 也就是吸化了的大型企业的控制 不择手段 对海航如此 对许多其他集团也是如此 他表示 海航此前实现了多其大比海外并购行动 政府开始叫停 让王健明白必须到此为止 以后的事情可以任由想象 大家都知道 北京能够施加非常强大的压力 王健死后两天 他在海航集团持有的15%的股份 被转给海航集团的主要股东 海航慈航基金会 报导认为 海航集团是中国这种体制的一个典型案例 王健本人游走于世界各地 家人都在美国定居 他试图摆脱党的控制 但集团债务高达800亿欧元 相当于其营业额的250% 没有人看得清他能否还债 他成了政府的目标 尸骨未寒 拆解其亡国的行动就已经加快了步伐 解放报还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 从中国近年来 频繁发生的跨国公司老板 离奇失踪的事件入手 分析中国政治与经济不分家的现实 以及这些企业老板面对的压力 有智库专家向解放报表示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54岁就宣布辞职 他一直都受到执政党的控制 他们可以查看他的所有电脑 压力之下 马云宁愿放弃与政权的较量 这位智库专家说 在中国商业圈 暴力 暴富 施压 至自杀或谋杀等都有可能发生 不过解放报这份调查报告发表的当天 参与王剑死亡案件调查的 宪兵队和检察院就发表声明 重申王剑之子是意外事故 宪兵队负责调查的忠孝强调 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支持自杀的结论 宪安调查是按照犯罪调查进行 但没有发现有其他人参与 因此排除他杀的可能 法国世界报集团记者张竹林 为苹果撰文独家报道中曾提到 事情发生之初至少有三种版本 这些报道都是从负责调查此案的警方人员 或者从王剑在法国的朋友那里得出的消息 唯一共同点就是 王剑当时的目的是为了站到一面 高度为1.5米到1.7米高的围墙上拍照 版本一 面对那堵1.5米到1.7米高的围墙 王剑用了助跑后跳上墙头 因不平衡而坠落 对于这个说法 事发后在当日唯一一位抵达现场的记者 帕博莱斯说 这种高度用攀爬的方式比较逻辑 如果是我 肯定是用爬的 而不是助跑着跳上去 帕博莱斯还说 他也曾在第一时间和他的同事 表达了这个怀疑 版本二 王剑从一堵高度为1米矮墙 跳到这堵1.5米到1.7米高的围墙上 一下子没站稳而睡到围墙另外一侧 深度14米的石板台阶上 事发地点就位在山坡上的奔牛村教堂背面 在教堂工作三年的奥迪伯特神父 非常坚决地表示了他对此种方式的怀疑 他说 我们有看到过一些孩子们 在那堵1米高一点的矮墙上玩耍 但从未看过有人站到1.5米到1.7米高的那堵围墙上 神父转而反问张竹林 一位57岁年纪的人 您认为他会跳上一堵1米5高的围墙上去拍照吗 奥迪伯特神父说 事发时间若是上午11点 那应该是一天中游客众多的时段 因为教堂在下午才开门 所以游客主要是在教堂外看风景拍照 版本三 去年7月7日 巴黎竞赛周刊这样明确描述了第三个版本说 王剑要求他的助手们 帮助他攀上一面1米多高的矮墙 想在那里拍摄壮丽的奔牛村全景照 王剑站到墙上后却失去平衡 在他的助理们目瞪口袋下摔倒十多米高围墙之下 7月4日晚上 作为奔牛村教堂唯一的神父 奥迪伯特神父接到一通电话 对方问他是否能接受在他教堂中 唯一一位中国佛教徒举行的佛教超度典礼 因为7月5日上午 迪奥伯特神父已经为一个小工程的完工计划 在教堂中做庆典活动 神父考虑了一下 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狮子的夫人和他们的儿子都全身黑色 尤其是其夫人痛不欲生 始终双手污脸在哭泣 神父回忆着描述当时的情景 因为王健遗双从隐私考虑 要求在教堂中参加工程剪裁活动的人 以及一位普罗旺斯报的女记者离开现场 最终剩下韩市长在内的10多人 有4位中国人在现场 除了王健遗双和他们的孩子之外 还有其他两位中国人 这些都是迪奥伯特神父回忆到的 王健在当地朋友安排的 由外地请来的僧人因故未到场 佛教的仪式最终未能进行 所以神父就念了一首诗 大意就是 当船只出航的时候 他离开此岸到彼岸去 代表从此生到彼生 之后有消息称 王健的尸体已经从法国被运走 安葬在美国西雅图地区 他的家人就生活在那里 以上是孙玉山为您带来的民间人物 感谢收看民间电视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中美之间的经贸资商 一个高层次的 也可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谈判 今天连续第二天在华府举行 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所率领的中方代表团见面 美国参与谈判的人也在场了 在今天的这一场高层次的会面之后 川普总统的说法是 他觉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刘鹤他在谈话的时候 也跟川普讲了 就是中方感谢美方 不是听得特别清楚 大概也是美国也有一些调整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 是在川普告诉美方自己的 他在另外一个场合在白宫里面讲 他说中美双方 现在都经历一些比较艰难的时刻 大家知道 中国的经济成长预估下滑 就是成长的趋势 是二十几年来最低的 那么美国自己的股市 也不像川普当选之后的这段时间 一直是好像股市上扬的这种姿态 现在也有所缓和 所以川普说 他这个画里面仿佛是带有这样的意味 就是双方确实都需要做一些调整 或者说是彼此有一些理解 那么川普今天讲了 他说他在这个推特里面写到了 他说这个他可能会和习近平主席见面 那么这个见面之前呢 不会有这个宣布重大的这种经贸协议 这个在我们点点今天事啊 这个和平先生也跟大家这个老早做了预告 而且是这个独家做的预告 在12月的时初 在这个川普和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见面之后啊 就做了这样的预告 说刘鹤所率领的代表 这个谈判的结果 他不会和川普一道来公布的 因为这两个人的这个官职地位是不对等的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重要的这个进展呢 也要留待在这个川普和习近平啊 再次见面的时候来这个才宣布 那么这个现在得到的几方面的讯息啊 大致上理解是这样 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过了 川普要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然后在这个宣布这个重大的贸易协议 再有一个呢 就是美国依然期待 中国能够做一些结构性的改革 那么这个中方到底是在这方面呢 做了多少让步会有多少调整 美国满意的幅度如何 这个现在还不清楚 再有一个呢 就是中国会这个增加购买 这个像是这个美国的农产品 尤其是说要购买这个天亮的大豆 也就是借着增加对美国的购买商品呢 然后来降低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 那么有关于这个川普和习近平见面呢 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说 在这个二月底之前应该会见面 为什么呢 不是讲了这个三月二号吗 最初讲的希望达成协议 要不然美国要对价值两千亿元的进口的中国商品 可振高万税 好了 现在看这个 这个川普总统啊 在这个这个在白宫 椭圆形办公室 就他自己的办公室里边 谈有关这个中国代表团 和他见面 然后你看他前面 做的这个 那应该就是 白头发 这应该就是刘鹤吧 那么这个在这一次这个会面呢 然后这 还 川普还问了这个美国代表团 美国代表团为首的就是 联邦贸易代表莱特海泽 问莱特海泽说 你们二月是不是要去中国 这个言下之意啊 就是说 在二月份的时候 到中国大 这个也许是在 亚洲的某一个地方 但现在看更大的可能是在海南岛 在那个地方啊 应该是习近平和川普两个人见面 所以这个是在川普 做的正对面 就是这个刘鹤 那么在这个 今天川普和刘鹤见面之前呢 刘鹤也对新闻界 这个 有这个谈话里面有中文 也有讲了英文 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他说啊 是这个中国方面的期待 或者要求 也是美国方面的期待和要求 他特别强调 这个中国呢 是这个官方的人民的企业界的 美国呢也是官方的人民的企业界的 就是说在这中美双方 都是一个全面的要求 这个他就是下面这个英文翻译啊 是用的demind 这个要求 这要求就是说 我们有这个责任 我们有这个义务 我们有这个权利 要做什么事情呢 他说最要紧的就是 美中之间的经贸 现在啊 不要在这个扩大这种冲突 不要在升高关税 要停止贸易战 他说呢 这个是一个最高的期待 那么在现在在这个画面上看到的是 美国的联邦贸易代表 莱特海泽 他是被视为是 美国的这个谈判代表中间的 这个鹰派 说这个在 威诺塞丽丝的时候 川普讲了说 要交由莱特海泽 来率领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团 当时说这个 中方的和美方的 对于这个宣布 有一点点意外 因为就层级来讲 虽然都是内阁成员 但是呢 这个商务部长 这个罗斯 或者财政部长曼努钦 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内阁的 这个阁员这个地位里面 是比联邦贸易代表 要这个位阶稍微高一点 虽然都是内阁成员 你看现在这个莱特海泽 坐在他的右手边的 就是这个财政部长曼努钦 可是呢 川普决定的是交给 对莱特海泽来作为主谈 曼努钦反倒是这个畏惧第二了 原因呢 就是说这个 当时美国的评论就是 莱特海泽是 第一个 他是比较这个鹰派的人物 现在看到的是这个中方的代表团 刘鹤副总理 还有人民银行行长 易刚 那么这个选择莱特海泽 一方面 莱特海泽 他立场比较强硬 因为川普当时也讲了 就是他认为 必须要有一个经贸协议 而这个协议呢 就是要中国 在很多方面 要有所调整 要能够达到美国的要求 美国的期待 所以呢 让这个莱特海泽 第二个 莱特海泽的谈判的经验很丰富 包含和其他的这些 这个 美国贸易来往 比较 这个金额比较高的国家的 这个会谈呢 或者说是 对这其他国家 当初这个 美国的这个贸易谈判 很多都取得了上风 莱特海泽的贡献是很大的 也就是说不管是在经验方面 不敢是在他的立场方面 那都比较符合川普的期待 所以就川普啊 就指明 由莱特海泽来负责这样的主谈 那么这个刘鹤呢 在今天见川普之前呢 就是前面提到了 他对新闻界讲 就是美中之间都有这样的期盼 也都有这样的要求 就是说 这个贸易战不要再打下去 那么这个大家也知道 川普一度说 他觉得这个中方啊 在很快会和美国打成贸易协议 因为呢 中方的这个经济的显示的情况 不如预期 所以他觉得中方啊 应该没有什么好在推脱的 会签字的 那么这个除了川普之外 其他人没有那么乐观 但是呢 这个大家也知道 川普嘴里没有讲 可是美国现在自己的经济情况 包含呢 美国有几家这种跨国企业 他下修 他未来这一年度的营收 那么也就说明了 当这个中国的这个购买力减弱的时候 对美国很多厂商 尤其是这种跨国企业 同样的也是会构成伤害的 还有呢 就是今天这个美国这个农产品 会有机会大卖 因为呢 这个农产品呢 是美国和中国贸易来往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项目 对于川普来讲 和他的这个政治基本盘 也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呢这个今天呢 整个来看这个情况呢 现在就是我们刚才 跟这个大家讲的川普啊 他觉得说这个 现在这个情况还不错 那么莱特海泽说呢 今天就连续两天的会谈呢 当然也包含之前呢 其他层级的会谈 他说取得了进展 那具体的进展是什么 那当然没有讲的那么白 那么明白 因为现在是一个 面对新闻界的时候讲的嘛 不能想面对新闻界 而是公开给新闻界的这场会面 然后呢这个莱特海泽还提到一个 就是结构性改革 是讨论的重点 事实上这也是美国从开始 对于中国的要求 包含了美国提出的 所谓这个零关税 零壁垒 这个零障碍 也包含了美国要求中国做到的 像是市场准入 国民待遇 还有这个停止窃密 还有尊重知识产权等等 这都是所谓结构性的改变 那么这个莱特海泽 我们一直在看 因为这个华文媒体 有的写莱特海泽 有的写莱特希泽 在这个时候 我们相信观众朋友也熟了 这两个名字 反正就是指的 这个美国的联邦贸易代表吧 然后呢 这个莱特希德还讲了一件事 他说不只是要达成协议 而且是要确保协议 能够获得有效的旅行 这个话言下之意 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贸谈判 达成的协议 签的条约也不少了 但是如何能够真正的履行 这个现在是美国这次 和中国谈判的时候 要特别重视的 然后呢 这个川普啊 他讲了 他说这个未来几个月 还会见到刘鹤 这个话就是讲说 今天这个经贸谈判呢 这个也许告一段落 但是不会有任何宣布 因为川普前面提到 川普在推文里面讲了 他在和习近平的 正式会面之前 那么不会宣布达成协议 但是呢 这个说还要和刘鹤 还有机会见面 那么这个有关于啊 这个整个的这个经贸 这一次的这个谈判呢 川普用了一个字眼 说是巨大成果 好 这个巨大成果者也 那显然就是说 这个美国觉得 美国所期望的 应该也是落实了不少 到底落实了哪些项目 这个美国最期望的是 这种结构性的改革 中国做了多少承诺 这个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 那么就等待说川普和习近平 见面的时候呢 能够有一个正式的公布 那么这个当然在哪儿见呢 就我们再来这个 这个引述一下 点点今天事和平先生讲的 为什么说在海南岛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海南岛它事实上 已经成为中国在经贸议题上的一个重要窗口 所以重要窗口啊 比方说那是不管是台海两岸 还是美国和其他国家 还是不管是先进国家 或者是说这个在这个发展中国家 美国和他们这个会面呢 和他们的这个经贸的论坛呢 在波澳那已经是这个局势之明了 还有呢就是海南岛这个中国 想把它这个推动成为一个这个自由贸易区 那么这个自由贸易区 那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啊 那就是又是一个具有指标性的地点 事实上也一直有不少人主张 就是说这个中国你担心 某些的这个重大的调整体制的改革 也许会冲击你的这个政权的稳定 那么你就选一个示范区嘛 这个示范区呢 它可以这个稍微隔离一点 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境外 所谓境外者也呢 就是说它的虽然仍然是在你的土地上 可是呢它各项的制度啊 和你那绝大部分使用的这个地区啊 稍微有点区隔 也有一点所谓经济上的一国两制的味道吧 你可以在海南岛做这件事情 海南岛本来也就已经是一个观光圣地了 然后呢这个 它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边 它就是一个 具有一个这个高度象征的 和中国其他地方不太尽然相同的一个区域 那么说在那个地方呢 习近平和川普两人见面 那么这个也许是一种这个 当然不必用国事访问了 是一种工作性质的会面 那么这个你看在过去这段时间 川普虽然对这个他的整个的政府啊 或者整个美国对华的这个气氛呢 是这个很比较严峻的 但川普自己啊 尤其是提到习近平的时候 还总是用一些这个 比较正面的字眼 还仍然形容 他和习近平之间是这个好朋友 然后呢再看这个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啊 在这个公开谈话里 推崇川普 川普是一位伟大的总统 当然这个华为也是这个爱女心切 那么也等于是在川普面前表达低调 而川普呢也希望 还是能够和习近平啊 或者说是和中国 能够保持一定友好的这个对话关系 保持这个管道啊 不要中断 所以呢 这个像有关于中兴这个事情 那川普就是做了一些调整嘛 前罚的很重 但是至少保住了这个中兴的生机啊 也等于是给了习近平一个大面子 那么现在还给一个习近平更大的面子 那就是说这个贸易谈判的最后大成协议 说是一定川普讲了 是我跟习近平见面之前 不会宣布这个协议 那么这个今天还就是有谈到这个华为 没有谈到华为 这个川普说还没有谈到华为 这言下之意呢 就是如果谈到华为的话 也不必太令人意外 要不然川普大可以说 这两个事情无关啊 就跟过去这几天呢 美国这个政府 这个如果你发言人 如果你问到了华为被起诉啊 孟晚舟被起诉 跟这个美中之间的经贸等等 美国政府就说这是两件不相干的事情 可是这个现在川普自己本来就讲过说 如果对于解决中美经贸有帮助的话 我可以来干预这个事情 那么另外呢 川普今天讲的是还没有谈到华为 也就是说如果谈到华为 似乎也不是那么样让人意外的事情 那么这个在美国来讲 现在当然是掌握的这个主动权更多一些 包含了这个华为 孟晚舟这个案子 美国也是可以来运用的 整个来讲呢 今天 所率领的中邦的代表团和川普总统见面 同时当然也今天继续的进行了第二天的会谈 现在看来这个会谈呢 是有这个相当的进展 那么具体的情况现在还不是很了解 而这个最后要达成协议啊 要这个有两国的元首来正式 共同的来宣布这件事 可能的时间是在二月底之前 二月本来的日子就不长 然后冲间碰上过年 所以应该也没多久了 另外呢 就是地点呢 可能是在这个 本来说是在一个亚洲的地方 那么这个二月底华府这边太冷 所以这个到海南岛去 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呢 这就是整个的这个 有关于美国总统川普 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所率领代表团今天见面的一些情况 那么这个更多的讯息 或者说是双方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场合 会跟大家说明 在这几天会议的进展 有我们会跟大家继续的介绍 没有我们会给大家来分析 为什么 有些事情还是要继续保密 好的 这一段直播就到这儿告一段落 请大家继续关注明镜的各个频道 谢谢您 猎杀华为更大的动作要来了 川普视5G为新军备竞赛的必杀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 美国已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已经开始了一场秘密的偶尔带有威胁性的全球行动 以阻止华为以及其他的中国企业参与到互联网5G改造的工程当中来 去年春天 美国官员们到德国告诉他们如果使用华为的设备 北约将面临安全的威胁 如今英国外交大臣吉里米亨特刚到华盛顿就得到指示 如果英国使用华为5G技术会引起美国方面的严重顾虑 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川普政府现在认为世界正在进行一场新的军备竞赛 除了核武器之外 一个由计算机控制最强有力武器的时代 任何主导5G技术的国家都将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拥有经济情报和军事上的优势 而这其中5G技术是革命性的也是划时代性的 而中国的华为公司正在试图主导这一领域的国际市场 该报的报道指出 白宫几个月以来一直在起草一项行政命令 预计在未来几周内将公布 该命令将实际上禁止美国公司在关键的电信网络当中使用中国制造的设备 这个禁令远远超过只禁止此类设备进入政府网络的现有规定 美国对中国技术的担忧已存在已久 只是随着5G技术的大规模的应用 这种担忧变得更为紧迫 美国官员认为 更大的问题在于中国政府日益专制的本质 在于独立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 中国2017年生效的国家情报法 要求中国企业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 更是引起了美方的密切关注 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波尔顿 这样坦白的谈起了中国的贸易战 他说 川普总统已经认定克服这一经济问题的关键举措 不仅在于保持经济平衡 促使中国遵循其他各方都遵守的规则 也在于防止未来政治军事力量的失衡 而未来六个月至关重要 各国将陆续的开始拍卖新的5G网络的无线点频谱 并将决定网络基础性交换系统的合同归属 华为更成为了不能再拖下去的重视之地 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 似乎与华盛顿站到了一起 反对使用中国的技术 在华为许多的重要市场上 政府主导的针对该公司的集体倒戈 将对其业务产生严重的影响 今年早些时候 澳大利亚开始禁止华为的5G技术 新西兰也阻止了移动运营商购买华为的5G设备 英国情报主管也罕见的公开露面说 在华为5G设备的问题上 英国很难抉择 加拿大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忧 不过纽约时报的报道也指出 到目前为止 围绕华为的担忧几乎完全是理论上的 美国现任和前任的官员们私底下交流时 表示一些机密的报告表明 该公司可能参与了中国的间谍活动 但是没有任何文件公开的来证实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评论称 美方没有任何华为设备搜集情报的证据 目前给华为定的罪名 仅仅是想象出来的可能性 不过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华为波兰公司高管王伟金案 是中国政府在华为植入情报人员的最佳案例 对于山雨欲来 任正非写道 有时候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等候暴风雨过去是最好的办法 他说华为已经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 培养政治友谊 并且大举的投资 最终经过多年的努力 目的是让欧洲人把华为视为一家欧洲公司 但是欧洲并没有认可华为 如今英国电信巨头 英国电信集团 已经计划剥离华为部分现存的网络 称将暂停购买华为的武器设备 去年美国国家安全局悄悄的警告说 由于华为自己提供零配件 这家中国公司可以控制其网络的每一个主要部分 导致恶意软件间谍活动 以及其他的秘密行动的证据 美国和欧洲无法得到预警 2018年7月 英国美国和五眼情报共享联盟的其他成员国 在加拿大举行了年度的会议 主题是中国的华为和5G网络 他们决定采取联合行动 阻止该公司在西方建立新的网络 美国官员正试图向世界各地的盟友表明 与中国的战争不仅关乎于贸易 也是保护世界主要民主国家和北约关键成员国家的国家安全的战争 随着中国对妨碍它的国家进行报复 有些国家还在小心的观望 日本甚至台湾都有了对华为说no的小动作 明天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将在参议院发表年度威胁评估报告 预计他们将把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电信企业 对5G的投资列为威胁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